麒麟芯片之后,华为迅速崛起,在麒麟芯片的帮助下,华为,荣耀两款手机几乎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,而华为更是在5G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,甚至超过了高通,苹果,但这件事已经触及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,华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,失去了麒麟芯片,失去了市场份额,受到了重创。 而这一次的制裁战,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苹果,很多憨疑人士都说,华为倒下,苹果倒下。 苹果公司今年第二季的数字表明,它重新占领了中国市场的首位,从8%上升至15%,华为从鼎盛时期跌落到了低谷,到了2022年第三季度,麒麟芯片的产能已经耗尽, 然而,即使在中国失去了最大的竞争者,苹果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苹果在这段时间里,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,最后也是自失其果。 事实上,苹果的盈利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硬件,光是2021年,各类硬件的收入就达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,占据了整个苹果公司的81%。 但是,这也是苹果公司最大的盈利来源,因为在苹果公司的任何一项消费都要向苹果公司缴税,比如说,你花1000块钱购买一节课,就能获得250块钱的收益,这一切都逃不过。 但是现在,这个市场却开始崩溃了,荷兰政府对苹果出以了500万欧元的罚金,因为他们觉得苹果的软件只有商店可以使用,这是一种严重的垄断行为,一开始,苹果公司对此并不在意。 但是在5500万欧元的罚款之后,他们终于同意了荷兰政府的要求,将游戏开发商的提成降到了15%,也就是减半。 然而,苹果公司却在10月份被巴西当局收拾,因为它销售的是没有带充电器的手机,因此被出以1亿4000万的罚金,同时还没收了数百台iPhone,巴西政府也做出了坚决的回应,巴西的iPhone销售必须附带充电器,否则将被封杀。 不过,库克虽然嘴上说着不赠送充电器,但实际上却是偷偷地在网络上卖了100多块钱,这是何等的阴险。 除此之外,苹果的另一大优势就是Lightning接口。 这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,而且还通过了MFI认证,一年能给他们带来87亿美元的利润。 因此,在Android很早就开始使用PC端的时候,苹果还在使用Lightning,这也是为什么库克一直没有更换界面的主要原因,但这件事却激怒了欧盟,让他们在2024年秋天之前将所有PC机都换成PC机,不然的话,他们就不能在欧洲销售了。 然而,库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中国居然也对他进行了制裁。 就在几个月前,工信部还发布了一篇关于苹果的视频,其中还提到,未来将会统一所有的接口,以减少资源的浪费,很明显,这是一种变相的警告,你要是再用Lightning,那就是跟我们畅反掉了,甚至会被封杀。 面对各国的压力,苹果终于收起了嚣张的姿态,选择了退让。 据郭明已透露,iPhone15的新机型将会采用PC接口,不过库克却玩了一个小把戏,它改变了界面,但是iPhone15和15P的数据传输,都是USB2,0的,只有大杯子和大杯子的版本,才能支持3,0版本。 我觉得,这只是苹果公司用来应对世界规则的一种手段,库克真正的目标,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赚钱。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支持,Apple把PC的接口改为PC,自从乔布斯发布第一款iPhone,开启智能手机时代后, 苹果就建立了在智能手机厂商劳不可破的霸主地位,每一款iPhone的发布,都能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轰动,市值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万亿美元。 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,但随着华为的强势崛起,苹果在高端手机厂商的统治力急剧下滑,甚至一度被华为踩在脚下。 某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从23%被挤压到5%,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 然而,华为先进的5G技术打破了美国企业在通信领域的垄断,且不愿意为美国在设备中留置安全后门,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。 在过去的几年里,遭到了美国一轮轮狠毒的制裁,手机业务被摁下暂停键,市场份额常年在3%这个生死线附近徘徊。 华为跌倒,苹果吃饱,苹果利用美国对华为的打压,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了华为大部分的高端手机厂商份额,重新登上了世界第一大手机厂商的宝座。 据公开数据显示,自从华为被打压后,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月营收均在300亿以上,但是苹果吃着中国的饭,却干着砸中国碗的事情。 为了配合美国与中国的脱钩锻炼战略,在过去的几年里,苹果以莫须有的借口将欧飞光等34家中企踢出苹果供应链,给这些企业造成重创,苹果的所作所为惹怒了中国人。 央视也是发布中企应加快多元化布局,摆脱苹果依赖证的呼吁,最让国人愤怒的是,苹果利用其强大的影响力,胁迫14家中国供应链厂商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等东南亚地区,且部分中企为了表忠心,超额完成了苹果布置的任务,如富士康。 前不久,一则关于富士康建斥资10亿美元在印度建新厂,并将在2030年之前将3000亿美元产能转移至印度,关闭30余家大陆工厂,裁撤30余万大陆员工的消息冲上了热搜,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,郭台铭要跑了。 其实,对于郭台铭这个人,国人并没有好感,其一句大陆离不开富士康,这些年,是我在赏大陆饭吃更是激怒了国内网友,纷纷对其口诛笔伐。 但由于实力有限,也仅限于口诛笔伐,与在大陆建厂相比,印度在建厂成本,人工成本方面更具有优势,富士康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,但事与愿违,富士康第一座印度工厂刚刚运转,郭台铭就被好好的上了一课,印度员工素质普遍较低,好意务劳,且印度的供应链非常不完善,大部分关键设备和原材料需要从大陆进口。 一度因无法按时完成苹果的订单,富士康损失了几十亿美元,且订单不断被大陆企业蚕食,富士康虽然是全球最顶级的代工企业,但布局布局比较单一,对苹果的依赖性非常高。 一旦被苹果抛弃,富士康这座高楼大厦将会在一夜之间崩塌,富士康印度工厂的失败,让其不但失去了苹果的青睐。 还因比亚迪、利逊精密和昌硕联合科技等中国代工企业的崛起,富士康在大陆市场不断吃扁,部分工厂产能出现了过剩的情况,富士康现在的窘境。 让郭台铭明白了一个道理,不是他赏大陆饭吃,而是大陆多年以来在赏他郭台铭饭吃,印度去不得。 在大家认为郭台铭要跑的时候,富士康突然宣布一个让库克做梦都没想到的决定,大陆离不得。 近日,富士康正式对外宣布,在郑州建造一个新富士康,主要聚焦于智能、半导体和新时代通讯产业的富士康3加3战略产业总部落地郑州, 占地面积为173亩,富士康3加3战略产业总部落地郑州,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,富士康的核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陆。 印度撑不起富士康的未来。 对此,不少外媒评论称,郭台铭真的怕了,不敢跑了,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, 郭台铭在郑州建立新富士康,很有可能是缓兵之计,只要印度市场有所好转,或者库克施加的压力过大, 富士康为了保住苹果御用工厂的宝座,还是会跟着苹果到印度建厂的。 毕竟郭台铭曾经做出过不少吃饭砸锅的行为,无论郭台铭最终会不会跑, 我们都不应该将希望寄托于富士康的身上,中国经济发展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。 只有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,别人才不敢轻易地离去,小米显然在质量和研发投入上都非常努力, 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,澎湃OS的发布是小米多年努力的结果,展现出他们在技术领域的实力。 这也表明,中国手机厂商已经不再满足于在硬件领域的竞争, 他们开始在软件和生态系统领域发力,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。 当然,面对国内市场的庞大潜力,国产厂商自研能力的提升是一件好事, 这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。 还有助于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, 负量明确指出,国产手机品牌的竞争不是零和游戏, 而是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技憨艺的进步和发展。 然而,我们也必须强调,国产系统的发展不能逆全球化潮流。 最终,中国手机品牌需要在国际舞台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竞争对手竞争。 华为的鸿蒙和小米的澎湃, 我虽然采用了相似的技术路线, 目前与安卓系统兼容是合理的举措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胜历史。 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